因为太空提供了很多特殊的一个环境 一个环境就是会有一个微重力这么一个条件 天上的一个火焰它是球形的 地面的火焰是这种倒锥形的 还有包括天上的植物的生长 还有会有些辐射呀 这个高低温的一些焦变啊 等等综合的一个环境因素 那这个实际上整个空间 甚至是我们整个空间站 提供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平台 可以帮助科学家去做各种不同的类型 和不同的学科领域的科学实验